汉元帝建昭二年,即公元前37年,富裕王庶子朱蒙因权力之争携步众出走,并在玄土郡高沟立县建立政权。 600多年后,这个东北弹丸小国幻化为区域小强,不仅在朝鲜半岛上与新罗百计争雄,还在辽东与隋唐两大王朝博弈70年之久。 期间,高沟立连续三次击败隋阳帝大军,直接将大隋王朝拖垮的事迹更是人尽皆知。 此后,新奇的唐朝从公元645年开始便不断征讨高沟立,尤其到了高宗时期,消灭高沟立已经成为了唐庭的主要军事任务。 甚至可以说,当时的唐朝军臣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睡觉打高沟立。 到公元668年,高沟立终于在唐朝的持续性暴力输出下走向了灭亡。 今天我们就来捋一捋,隋唐两朝为何要死磕高沟立? 高沟立,这个由浮云人建立的辽东效果,在中原王朝深陷南北朝之争的时候不断扩张。 到隋朝时期,已经成长为一个占据辽东人口三百余万,常备兵力数十万的地区强国。 当然,这样的体量在隋唐面前肯定是不够看的,甚至相比于鼎盛时期的突厥也是小巫见大物。 但问题在于,强盛一席的突厥只是个草原部落联盟,并没有形成类似于中原朝廷的王朝体系。 它虽然在军事上有着极强的爆发力,却始终因为内部的松散而缺乏持久性。 所以说,看似强大的突厥并不足以形成对隋唐的根本性威胁。 无论是隋文帝时期还是唐太宗时期,只要隋唐稳住了阵脚,大突厥就是信守拈来。 但高勾力的情况却与此不同,其控制的辽东一带从战国时期就纳住了燕国之下。 在中原人长期的开发下,辽和平原一带不仅是相当富庶的梁唐,还具备完善的郡县城防体系。 这使得高勾力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建立王朝体系的基础。 隋唐时期的高勾力在中央有十二级官制, 在地方设置有太守,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有私雅门并强调保护网友财产和平民财产。 在军事上,高勾力全国总兵力据中国高勾力史推算约有六十万之中,且拥有大量的重骑兵部队。 综上所述,高勾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或渔猎政权, 而是一个类似于中原朝廷的强大边疆政权,与后世的辽和西夏同一性质。 而且更重要的是,先被人入逐中原的故事不远, 隋唐两朝不可能不引以为戒。 所以隋扬帝才说,勿以子孙优也, 唐太宗才说,若今日不娶,后世必为子孙还。 坦白说,无论是隋扬帝还是唐太宗都是有战略眼光的人, 他们都看到了高勾力的巨大威胁, 希望能在王朝强盛期为后世子孙解决问题。 虽然隋扬帝浩大喜功,不顾实际情况争讨高勾力的行动功败垂成, 但他的战略选择并没有错, 后来的宋氏皇帝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战略眼光, 才导致西夏慢慢作大,在西北一带祸获获了北宋80年。 所以说隋唐两朝死磕高勾力的根本原因, 就是因为高勾力和中原王朝太像, 一旦实力膨胀,定然会是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。 基于此,隋唐两朝就不能允许高勾力存在。 此外,高勾力与突厥的勾连,则是其遭到针对的导火索。 公元581年,隋文帝阳间窜州见随, 突厥杀不略可汗,带着四十万大军南下, 说要为北州报仇。 突厥骑兵在北方大肆劫掠后扬长而去, 给隋朝留下一地鸡毛。 583年,隋文帝不惜推迟南下灭城的大一桶事业, 调集几十万大军攻打突厥。 当年,在东起河北西至龙幼的数千里边界上, 隋突战争全面开大, 这一战,突厥遭到了隋朝的全方面碾压, 最终分裂成洞西两部, 曾不可一世的沙不略可汗高虎天无二日, 地无二主,大隋皇帝,真皇帝也。 589年,隋军又南下灭城, 使得突厥、高勾力等北方势力更加畏惧隋朝。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, 突厥人与东部的契丹、西、高勾力等势力开始勾连。 593年,隋朝使臣在突厥看到了高勾力使者, 并迅速汇报给了朝廷, 前面说过,高勾力的势力并不弱, 一旦这两股势力联合, 那隋朝的北部边疆就永无凝日了。 所以,得到消息的隋文帝对此十分震怒, 当即就致输高勾力王要求立即终止与突厥的联盟, 否则隋兵就要踏破辽东。 然而,高勾力人一面接受隋朝的要求, 一面又积极准备攻隋。 公元597年,高勾力军试探性的进攻隋朝在辽西的军事据点, 结果遭到击败, 消息传回长安,陶冶上下震惊不已, 瞬间意识到高勾力人狼子野心必须消灭。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, 隋唐两朝就将高勾力视为了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。 为什么说是隋唐两朝呢? 因为隋朝人和唐朝人本质上是一群人, 他们的朝廷都是由关龙门法霸制的。 公元598年, 即隋开皇18年, 隋朝3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辽东, 结果遇上大风,大量船只被毁, 隋军被迫撤退。 611年,隋大业七年, 隋阳帝照天下兵马东征, 此年百万隋军禁地辽东, 结果功败垂成。 613年,隋军再来再败, 614年,隋军又来, 结果农民起义爆发, 只能撤回。 此后,隋末战争爆发, 中原王朝无力北固, 等到唐朝一同天下, 东突厥又忙不迭的上门找势, 于是对高构历的战争便一拖再拖, 直到644年, 已经解决了大部分外患的唐朝, 才重新将目光转向了高构历。 公元645年, 唐太宗亲征高构历, 初期大破辽东, 后期因安世成久功不克而撤退。 此战后, 唐朝终于明白, 灭高构历绝非一时之功, 应该徐徐徒之。 此后, 唐军便开始了长期的持续性暴力输出, 试图用国力耗死高构历。 647年, 唐军再次袭绕高构历, 攻入辽东焚烧树城。 648年, 唐军渡海来攻, 数次击败高构历, 促使新罗加入了唐朝阵营。 654年, 唐永辉五年, 高构历进攻弃丹, 被唐军击败。 655年, 高构历进攻新罗, 唐军进攻辽东, 分回树城撤军。 658年, 唐将轩人贵数败高构历, 共斩首2900几。 659年, 轩人贵再败高构历名将温沙门。 660年, 苏定方率唐军由海陆进攻百计, 同年灭百计国, 设雄金等五都督府, 打开了梁鹿包抄高构历的大门。 同年帝, 唐军再次来攻, 并与高构历激战不停。 668年, 高构历终于被完全消灭, 唐朝再次设立安东渡户府。 总的来说, 隋唐与高构历的战争, 根本就是一场必然的战争。 高构历占据的辽东本就是中原故土, 其又拥有类似于中原的朝廷体系, 一旦实力膨胀, 定然会是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。 南北朝时期, 中原地区由于内部混乱而无力北顾, 才给了高构历猥琐发育的机会。 等到中原一统, 高构历自然就成为了中原朝廷的针对对象。 况且隋唐两朝, 前期的皇帝晋取心又那么强, 自然不会再给高构历继续发育, 进而威胁中原的机会。 历史皆为过往, 现在的已经成为过去, 未来的才是现在。 我是老驴, 下期再会。